连假地址的商品,能修捕捉金兼肘的生活吗? 关于拼多多的争议蔓延到了国外,有消息称,美国东部时间8月1日,六甲美国律师事务所宣布代表投资者们展开对拼多多的集体诉讼。 此前,拼多多打造的为低收入群体代言的品牌形象,以以来不小的争议,对于那些艰难的生活着的人,拼多多能拯救他们吗? 7月29日,著名作家郑渊杰发微博册,自己在收到了多位读者举报后发现,拼多多平台上一家名为新宝宝家居生活专营店的店,在大量出售自己的盗版书。 这条微博揭开了拼多多平台上大量假货,闪着货的冰山一角,虽然这些东西在拼多多上都早已出现,但一直到拼多多在美国上市,人们才突然发现, 原来号称三亿人都在用的拼多多,背后真的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和盈利空间,夹毛台,倒板书, 7.5元的奶粉,几十块的备一枚奶粉,超熊洗衣粉,蓝月可洗衣液,山寨家电,这些我们原以为在消费不断升级的今天将消失在市场上的假货,在拼多多上又死亏复燃。 难怪会有网友声称,拼多多上市,让中国打假的退二十年,正约结微博直指拼多多出售到版书,侵犯。 7月31日,拼多多做出了多次正面回应,对于假货问题,创世合伙人打打回应着,假货是人性问题,假货问题是社会问题。 虽然有人说这是拼多多的甩货行为,但不得不承认,拼多多从白手起家到美国上市,只花了三年这个基金本身,背后就有着大量待人解读的意义。 这时候在浏览一下拼多多平台,你各种真情实感的买家秀,你会发现,真相可能并不是我们的消费在突然降级,而是以前一直被换于忠心胡适的一个群体,也就是隔壁的中国。 他们的消费,正在艰难的升级,因为芒谷慕念领导地宝,新华社,阶层壁垒带来的认知幻觉。 贾张科在嘎那领奖时,说过这样一段话,我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激情,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,但现在我觉得,世界改变得太慢了。 我们总觉得现在的社会变化得太快,经济发展得太勋猛,但是是一再地提醒我们,这其实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觉罢了。 中国的穷人依旧还有很多,且已经固化,不同地区,不同行业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增大,把城市简单化分为12345线是粗暴的,背上广深有数量庞大的低保护。 并远地区的村落也有家财万贵的土豪,以前一直以为,三亿人都在拼,只不过是一句广告语,因为在平时,除了一些留在家乡的小学同学,和不怎么熟的远忙亲戚会偶尔发过来亲,帮忙砍价的链接,身边扔敌剑,不到有几个人在用。 但一直到拼多多在美国上市之后才发现,这三亿用户是真的存在的,拼多多上的活跃买家,其实高达3.43亿。 这是什么概念? 相当于每四个中国人里,就有一个人在用拼多多。 就像我们总产生,周围的人都是985,211毕业的大学上,一个亿才能实现财务自由。 这样的幻觉一样,消费劝面升级,也成了我们深处高处而不自知的另一大幻觉。 有些人的消费还没开始,和谈生级,电影刚得起,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率,中国明明有8500万残疾人,8000万本科生。 但我们总以为残疾人是少数,本科生遍地淘,事实上,其实本科生才是少数。 往上看,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,往下看,有钱,也正在限制我们的想象力。 我们之前在高喊消费升级,互联网行业爆发的时候,根本就没有关心过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,消费欲望和消费水平,因为那时,我们的注意力大都聚焦在中产上。 2016年,瑞瀉发布数据,中国有成熟购买能力的消费者18亿人,其中一亿以上属于中产阶层,麦肯锡报告也称, 中国中产阶级年收入1.15万、4.3万美元,月和7.5万、28万人民币的群体,有2.25亿人,预计2020年,将增至2.75亿人。 于是吴小波信誓旦旦说,中产阶层将对中国消费市场产生强大的影响,性价比中将让位给新能比。 2016年,江市新中产消费元年,吴小波频到后来大火,那个时候,大家都以为得中产者得天下, 可两年后,拼多多的上市打了这个新美企时代,舆论领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江西数百老人为领食员带进去寒风中排队数小时,中新网,于是博系青年,年薪贫困人口,无产中产阶级,等自嘲的称号频频出现。 因为大家看看自己的钱包后,都终于意识到了中产消费其实是个泡沫,消费降级才是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。 买衣服抢用衣裤基本款抢到图,顶着大太阳排队满一点点,期二十分中共想搬车也不愿意打车,旅游市中民宿吃苍野罐子不去景点。 待在写字楼里办公的年轻人,阶层的流动性可能,并不比写字楼外摆贪纳肩并的大叔高多少。 北京,夜晚的写字楼灯火通明,工人日报,消费在升级还是在降级?在文章拼多多的成功,是否折射了中国经济的萧条? 众,作者趁,从中国消费的整体来看,民众的消费能力可能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。 在部分高收入人群消费升级的同时,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,可能正在消费降级。 而听多多的成功让我们意识到,之前让一部分人先消费起来后,现在,那一部分以前不消费的人,也需要开始消费了。 在消费是在升级还是在降级这个问题上,文中提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。 2010年,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为15%,到了今年上半年,增速已经跌破了10%,民众的消费水平和民众的收入水平是保体稀稀稀相关。 在收入水平上,近几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逐年放缓。 2013年,全国居民仍旧可支配收入,同比增长81%,百分毫,今年上半年只有6.6%,低于同期TDP增速。 即便是一个二线大城市,城中村仍聚集了不少低收入群体。 与此同时,不仅工资收入增速放缓,财产型收入增长也不乐观,A股市场扭短熊场。 不断侵蚀着投资者的财产,楼市对大多数没有房的人而言,也得挤占其消费能力。 文章还从社报体系来对比,指出我国的社报体系也并不健全。 养老经济代率低于世界银行的建议,也就是说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出现明显下降。 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养老经济代率,很难保证退休之后,继续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。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,面对高强度的消费,大家的收入还是太少了。 这么看来,之前九五后应届毕业商平均期望薪资,为6174元的调查结果,也不会那么让人吃惊了。 天津,一场招聘会上人头传动,新华社,不是隔壁的中国,而是真正的中国。 十九大之后,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,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。 在这个倒背景下,居民消费的确也呈现出一种分级的趋势。 文章《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有多大》,终究形容,一方面是高铁爆满,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, 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寻求的消费升级,另一方面则是能在家做饭绝不去下拐子,能骑自行车尽量不打车的消费降级。 这哲释出来的,是我们各行各业,不同地区,城乡人口收入差距,日渐扩大的趋势。 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时,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吉尼系数。 吉尼系数越大,收入分配越不平均,国际上通常把0.4作为贫富差距的紧禁线, 倘若吉尼系数大于这一数值,并有出现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。 无二的数据显示,从2003年至今,中国的吉尼系数从未低于0.46, 而最近三年,更是逐年增大,由2015年的0.462,升至2017年的0.467。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2017年全国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前五个省市分别为上海、北京、浙江、田津和加苏, 最低的五个省市分别为西藏、甘肃、贵州、云南和青海。 参加漫山的年轻人们,会用听多多吗? 其中,研究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,987.96元,最低的西藏仅为15,457.9元,仅比上海的四分之一略高。 更让人难过的是,在现实中个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比各种数字还要残酷。 正因如此,我们才会乐此不疲地谈论各种比试链,追星有比试链,消费有比试链,看书有比试链,听歌有比试链,到了最后,连用什么APP买东西都有比试链了。 比试链背后藏着的就是对一个用户群体构成的评价和价值判断,所以在听多多后面的那个庞大用户群暴露出来后,我们才会感觉这么不安, 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,消费行为跟我们这个前消费群体格格不入。 拼多多的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,曾经说过一句难人询问的话,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, 而是让阿辉安静的人有厨房职用,有好水果吃。 但从拼多多上充斥假货的现状来看,世事好像并不是这样。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声评最后一次接受华尔今日报记者的采访时,记者问他,商业的真谛是什么? 德鲁克说,鞋子才是真实的,利润只是结果。 世上之所以需要专门有人来卖鞋,是因为有人需要鞋,而不是因为有人需要钱。 拼多多的爆红,让微博、知乎、论坛里的人们,猛然撇到了为数不少的在生活里艰难跋涉的人们。 舆论总是喜欢谈论中考高考甚至留学,但那些被这两场大考拒之门外,早早进入社会打工的年轻人, 却几乎从舆论场合消失了,纪录片高头,很多人说,玩耳次元,玩科技产品,玩美妆的人们,从消费观到人生观,都无法理解另一群人捉紧见走的人生。 不过,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如果有什么东西,能拯救中国的低收入人群,能迷和中国的阶层练习,那一定不会是眼前这个饱受诟病的拼多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